有香没料的消息一出呢 现在引发争议之外 业者也提出反击了 他们说很多业者呢 其实推出的产品跟名字根本就不相关 其中像是婴儿油当中 难道有婴儿吗 那么太阳饼当中会有太阳吗 像是卖老婆饼的人该怎么办呢 业者说呢 这个是旧话题相当无聊 有些食品早就重新包装 已经改成叉叉风味了 上头都有标示 消费者可以自行判断